我最近就发现 车里车门上 空调面板上 雨表盘上 经常会有很多灰尘 我几乎也是看见就擦 可是擦干净了 过几天又有很多 我平时开车都是不开窗的 天上就开空调 而且我们这边环境也不错 走的路也都是铺装路面 车子还配有PM2.5的过滤装置 车里这些灰尘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减少车内的灰尘呢 今天就来说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先说一下环境的问题 肯定是尽量走干净整洁的道路 如果道路灰尘多 肯定要提前关窗 再就是要合理使用内外循环 当路面灰尘较多时 就要切放的内循环 这样可以有效阻止 失败的灰尘进入车内 第二是要及时清理 更换空调绿心 外循环进入车内的空气 都是由空调绿心过滤的 对于空调绿心上的灰尘 我们可以将空调绿心撤下之后 采取拍或载的方式 把里面的灰尘去掉 也可以用吹风机 将里面的无故吹掉 如果发现绿心过脏 灰尘太多 那就不建议继续使用了 最好直接更换 网过来的话也就几十块钱一个 自己动手更换就可以 第三是要清理空调出风口 空调风道 即便是我们更换了空调绿心 空调出风口的灰尘没有清理 只要一开空调 灰尘暖风 就会把灰尘都吹出来 这些地方可以用趋部软胶清理 它是一种半流体的胶状物 可以进入到趁着一些 较小的缝隙内 将里面的灰尘和污渍吸附出来 这个软胶不仅趋部能力强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在网上好专卖店 就能很容易的买到 第四 要及时清理踏板脚垫上的泥土 刹车 颐河 榴梯踏板上 包括脚垫 都是用脚踩的 鞋底肯定是不干净的 所以使用时间长了 难免会积累很多灰尘 雨天还有可能有大块泥土 泥土干了之后 在踩擦过程中 就会形成大量灰尘 第五 要彻底清理车内的达物和灰尘 主要是座椅下方 车没储物格 以及角落缝隙里面的泥土 还有我们放入车内 物品上的灰尘也要清理 在颠簸路况下 这些覆辙的灰尘 很容易被荡起 我们用车内吸尘器清理就可以了 第六 我们可以喷涂 表板蜡 因为那时作为塑料材质 很容易起经电 这也是为什么 那时刚清理完 很快就沾灰尘的原因 表板蜡可以放置经电 还可以提升亮度 让那时看起来更有质感 不过家里有老人 孕妇 以及小孩的话 不建议使用 这东西有股气味 虽然说闻起来不难闻 但毕竟是化水的东西 不是那么让人放心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 一物柔身剂来涂抹 一样可以放置经电 而且温和不上内饰 经过以上的步骤处理后 你的车离短时间内 就不会有那么多灰尘了 所以说 合理使用空调内外循环 选择性开关窗 勤洗空调管道和绿心 再加上定期的清理内饰和灰尘 做好这些 便可拥有一个 洁净舒适健康的城里环境